正念之道 第六十三页 第十五行 在身上不能关照到受心或法 只能关照到身 因此 借着指出身面处的观法 只能在身上修行 如此透过分离来确定 目标 关于这一点 我要举个例子来解释 在修行的时候 可能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 会有僵硬或热的情况发生 由于那样的硬或热 你可能会感觉到痛 这时如果你坐意 那个硬或热为感受 那就错了 因为硬与热是世界的特象 是色法而不是感受 根据佛陀所教导的观身为身 我们必须将色法观照为色法 不能将色法观照为受心或明法 在身体中 除了头发 身毛等大大小小的成分之外 没有单一不变的事物存在 没有男人或女人可得 身中只有基本色法与所造色法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如果你有系统的修行安般念达到第四禅 那时禅定的光明会变得很强 在这种光明的帮助下 如果你观察身体 就可以很清楚地见到构成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 除了这三十二部分之外 你看不到其他的东西 三十二身分的集合体就称为男人或女人 再者 如果你有系统的修行世界分别观 你会见到称为色具的威力 如果分析那些色具 你可以透视到每一粒色具 都含有四大种色及所造色 四大种色就是地界 水界 火界 风界 所造色包括颜色 香 味 食素等 身体中除了四大种色与所造色之外 没有其他东西存在 对于身体有三种光照法 一 观照身体中 头 手 脚 等大大小小各部分组合的情况 就像观察马车的组成零件一般 二 观照身体里的头发 身毛 身毛 指甲等 可以比喻为观察一个城市的各个构成部分 三 观照身体是四大种色与所造色组合而成的 可以比喻为一层接一层地剥除芭蕉树干 或者就像松开原本握着的空拳一般 为什么呢 因为四大种色与所造色一生极灭 它们之中没有永恒存在的实质 因此 可以用种种方式指出身是集合体 藉此而彻底地分解密集的表象 在身体里 除了前面谈到的集合体之外 没有另外的身 男人 女人 或其他任何物体存在 众生以种种方式对上述这样的纯粹集合体 生起错误的看法 所以古代的注释者说 他所看的事物没有正确地被见过 他没有正确地见过他所看的事物 由于不见实相故 他受到家所束缚 这个受束缚的愚人无法得到解脱 让我先解释首两句 他所看的事物没有正确地被见过 他没有正确地见过他所看的事物 如果要照见实相 禅修者应当照见究竟明色法 但是如果他见到男人 女人 儿子 女儿 父亲 母亲等等 这种剑不是正确的剑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剑会增加贪欲 称恨等烦恼 这种剑是使烦恼增长的原因 称为邪直 会导致他对纯粹是集合体之物产生邪见 第三句 第三句 由于不见实相故 他受到家所束缚 既然没有正确地见到究竟的明色法 他就一直受到家所束缚 这里所谓的受到家所束缚是指 他无法脱离邪见 如果他错误地认为有男人女人等真实存在 这种措知就是无明 由于无明就会对这些目标升起爱 越来越强的爱称为取 由于无明爱取这些烦恼 他会造下善业与恶业 这些善恶业称为行 由于这些善恶业的力量 就会造成再度投生 产生新的五蕴 如此一再轮回生死 所以第四句说 这个受束缚的愚人无法得到解脱 怎样才能断除无明爱取呢 你必须透视究竟明色法 以便知见实相 在这里 依据借着分离而确定目标 及彻底地分解事物密集的表象 这两句话 应当了解到 死人关照生只是生 而不将生关为其他事物 因为他能够见到色聚 及透视其中的究竟色法 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个确定是无常苦无我 不静的身中 他见不到常乐我静 身念处就是在观照 无常苦无我与不静 这些特质所集合起来的物体 他观照究竟色法一生即灭 因此是无常的 他们一直受到生灭的逼迫 因此是苦的 他们之中没有恒常的我存在 因此是无我的 他们一直伴随着可厌恶的颜色 气味等等 因此是不静的 如此 他将究竟色法只观为 无常苦无我不静 事实上根本没有观照我 或观照属于我之物的身念处 观照头发等集合体中的 究竟色法才算是身念处 也必须如此地了解其含义 观身为身乃是逐步的见到 身世无常等特质的集合体 正如无碍解道所教导的句子 在此身中 他观照无常 而不是观照常等等 总共有七种随观 一 他观照身是无常的 而不是常的 这是无常随观 二 他观照身是苦的 而不是乐的 这是苦随观 三 他观照身是无我的 而不是我 这是无我随观 四 他观照身为无常 苦无我时 他会厌离身 而不喜爱身 这是厌离随观 厌离随观 以及接下来的三种随观 并不是另外的观照方法 而是在持续地观照身为 无常苦无我 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 这些随观就会生起 五 他观照身为无常 苦无我时 不是为了生起贪欲 而是为了远离贪欲 这是离欲随观 六 他以倾向极灭的心 观照身为无常 苦无我 而不是以倾向 生起的心 这是极灭随观 七 他观照身为无常 苦无我的时候 不是借着直取他 而是借着舍弃他 这是舍遣随观 修行这七种随观的时候 他的观治就能暂时地去除烦恼 怎样去除呢 当他照见身或名色的无常本质时 常想与焦慢就会消失 因为焦慢之所以会生起 乃是由于认为目标是恒常的缘故 当他照见身或名色的苦本质时 乐想与可爱就会消失 当他照见身或名色的无我本质时 我想与认为有我的邪见就会消失 所以无常苦无我随观治 能够暂时去除焦慢 可爱 邪见这些烦恼 当观治成熟时 他就会证悟涅槃 在涅槃中没有名色法 没有无常苦我 在涅槃中才有真正的快乐 解释了观身为身这句经文之后 接着我要解释比丘以热忱正知正念这一句 热忱正知正念这三项对禅修者非常重要 热忱就是精进 他能烧毁三界的烦恼 正知是指正确的完全的平等的观照 在这里正确的意思是确实无物的 完全的意思是从各方面去了解 平等的意思是透过越来越高的修行成就而持续进步 当比丘观照头发身毛等三十二身分时 那样的观照称为正确的观照 当比丘观照就近色法时 那样的观照也是正确的观照 但是局部的观照是不够的 必须全面的观照 例如他必须观照内在与外在的三十二身分 从头发顺观到尿 再从尿逆观到头发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不单只是执着内在的三十二身分而已 也执着外在的三十二身分 所以才会去结婚 彼此强烈以执着 因此内外的三十二身分都必须观照 能够观照内外的三十二身分 才能称为完全地从各方面去观照 再者还必须有系统的辨识头发等的四件 以便能见到色据 然后再分析那些色据 以便能透视到每一身分钟的所有种类就近色法 能如此透视 才是完全地从各方面去观照 平等地观照是指 透过越来越高的修行成就而持续进步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前面已经讲解过 只观照色法并不足以正物涅槃 必须也观照明法 再者只观照明色法 也还不足以正物涅槃 还必须修行元其法 观照明色的因 以及因与果之间的关系 再者只观照明色 及他们的因 也还不足以正物涅槃 还必须观照明色及其因 无常苦无我的本质 以达到一层比一层高的修行成就 直到正物涅槃 下一句经文是 以正念观 以正念观意思是 具备取身作为禅修目标的正念 禅修者以正念取得目标之后 再以正知观照它 这是一个要点 举个辟语来说 假设这里有一块红宝石 你用手将它拿过来 然后用眼睛观看它 这就比喻禅修者 先以正念取得目标 然后再以正知来观照那个目标 禅修者先以正念取得色法 然后以正知观照它 这是色法 这是印 这是地界 这是水界 火界 风界等等 如果你正在修行安班念 你必须先以正念取得呼吸 再以正知清楚地知道呼吸 记得呼吸 不忘失是正念 清楚地知道呼吸是正知 为了清楚知道呼吸 而付出的努力 是热忱 怠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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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怠惰的心 不能清楚地知道呼吸 因此在你修行的时候 热忱 正知 与正念 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的道理 在修行 四界 分别观时 你必须具备正念底 观照四界的十二种特象 地界的硬 粗 重 软 滑 轻 水界的流动 与年结 火界的热 与冷 风界的支持 与推动 铭记这些特象不忘失 是正念 清楚地知见他们 是正知 为了清楚知见他们 而付出的努力 是热忱 能够迅速又清楚地 从头到脚 关照这十二特象 一再重复之后 你应当总观全身的十二特象 犹如正从头顶上向下观全身一样 将全身当作一个整体来观 当你能观得很纯熟 几乎同时见到十二特象时 就应当将他们分成地 水 火 风四主 见到硬 粗 重 软 滑 轻时 就了知他们为地 见到流动与年结时 就了知他们为水 见到热与冷时 就了知他们为火 见到支持与推动时 就了知他们为风 如此反复地观照他们为地 水 火 风 这时候 铭记世界不忘失的是正念 清楚地了知世界的是正知 为了清楚了知世界而付出的努力 是热忱 因此 无论修行任何禅修业处 热忱 正知与正念都非常重要 事实上 没有正念就无法观照 没有正念就不能意念不忘禅修目标 如此又如何能观照 这是无常 这是苦 这是无我呢 因此佛陀开示说 朱比丘 我说正念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对于正念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这句话 书超解释说 正念用于每个生命 用于每个懒惰不平衡的心 都是功效卓著的 或者正念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意思是 借着正念的帮助 其他的觉知才得以开展 因此 在正念的帮助下 正知才能够观照 在这里 我要简单地解释七觉知 七觉知是 一 念觉知 二 择法觉知 三 精进觉知 四 喜觉知 五 清安觉知 六 定觉知 七 舍觉知 除了 除了念觉知之之外 其余六觉知 可以分成两组 择法 精进 喜 这三觉知 是一组 清安 定舍 这三觉知 是另一组 念觉知 处于中间 来平衡 这两组 有两种 七觉知 即 世间七觉知 与初世间七觉知 世间七觉知 以身 受 心 法 作为目标 初世间七觉知 则以涅槃 作为目标 现在我要举 安般念为例子 来解释 世间的七觉知 在你修行 安般念的时候 七觉知 都存在你心中 其中 择法觉知 所简择分析的法 就是你的呼吸 你应当 单纯的觉知 呼吸就够了 如果过度的 简择分析 那么你的 择法觉知 会太强 禅修的进展 就会受到影响 例如我们教导说 当你的定力 好的时候 无论呼吸 长或短 你都要专注于 全息 听了如此的 教导之后 如果你去分析 呼吸多长 才叫做长 多短 才叫做短 那时你的择法觉知 就太过强了 如此也会使精进觉知 与喜觉知过强 因为在分析的时候 你付出更多的精进 并且会由于分析 而感到欢喜 当择法精进 这三觉知 太强的时候 你的定力会减退 这时候念觉知 是很重要的 你应当注重 提升 与增强 清安 定 舍 这三觉知 如何提升 它们呢 你应当以正念 与正知 单纯的 只专注于 呼吸 就够了 如此持续的专注 你的定力就会提升 清安觉知 与舍觉知 也会提升 于是 清安 定舍 这三觉知 能与 择法 精进 洗 这三觉知 达到平衡 那时 你的定力 就能持续增强 现在多数禅修者 在修行止禅 部分禅修者 在修行观禅 修行止禅的时候 定觉知 稍微偏强 是可以的 因为这时 定觉知 很重要 但是 若定觉知 太强 而不能与 其他觉知 保持平衡 则是不好的 修行观禅的时候 择法觉知 稍微偏强 是可以的 因为这时 择法觉知 很重要 你必须分析 观照 色法 明法 因法 国法 无偿 苦 无我 等等 但是 若择法觉知 太强 而不能与其他觉知 保持平衡 则是不好的 因此 无论是修行止禅 或观禅 正念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正念的帮助下 其他觉知 才能平衡开展 注释继续解释说 以热忱 正知 正念 这些话的目的是要指出影响禅修者修行进展的因素 心处在懒惰的状态时 懈怠的障碍就会升起 心处在不正知的状态时 在选择正确方法与避免错误方法的判断上会出差错 例如在修行安般念的时候 如果没有足够的正知 不能清楚地了知呼吸 那么就不是依循正确的方法在修行安般念了 心处在没有正念 初心大意的状态时 无法采取正确的方法 及避免错误的方法 例如在修行安般念的时候 如果对专注于呼吸没有很大的兴趣 你可能会忘了专注呼吸 因为你会分心去注意其他的目标 如过去的往事 未来的计划 身体的感觉 外在的声音等等 那时你的正念很弱 为了清楚知道呼吸而做出的努力也很弱 对呼吸的了知也很弱 于是你的心无法采取正确的方法 及避免错误的方法 因此在修行的时候 强而有力的热忱 正知与正念是很重要的 当禅修者不热忱 不正知 不正念时 他的修行就无法成功 因此 请大家要做有热忱 有正知 有正念的禅修者 指出了修行身念处必须具备的三项因素之后 佛陀接着开示说 去除对世间的贪欲及忧恼 指出必须舍弃的两项因素 如果不能舍弃这两种烦恼 你就无法获得高度的定力 因此在观身为身的时候 你必须培育热忱 正知与正念这三项 而去除贪欲及忧恼 这两项 去除是指 用善法来淘汰恶法的训练 或者指经由训练 而逐步的排除恶法 或者指借着缠纳来振服爱欲 关于对世间这一句话 在这里 从崩坏之物的意义上来看 身就是世间 由于在受心法方面 也都要去除贪欲及忧恼 所以分别论中谈到 无取运就是世间 贪欲代表感官欲望 忧恼代表称恨 由于感官欲望与称恨 是修行的主要障碍 因此 去除贪欲及忧恼 意味着去除所有的障碍 所以 根据佛陀的这段教导 在禅修之时 你必须去除所有的障碍 障碍有六种 也称为六概 即 一 郁郁概 二 称恨概 三 昏沉睡眠概 四 吊举追悔概 五 怀疑概 六 无名概 由于他们阻碍 投生天界或善趋之路 即阻碍正德禅纳与涅槃之路 所以称他们为概 根据佛陀所教导的阿皮达魔藏 如果一个人临终的时候 生起不善的临死速行星 那么死亡后 他就会堕入四二道当中的一道 所以这些盖会阻碍投生天界或善趋之路 在禅修的时候 如果你的心中生起任何一盖 例如生起贪欲 想要吃美味的食物 你的定力就会衰退 因而无法正德禅纳或证悟涅槃 所以他们会阻碍正德禅纳与涅槃之路 这些盖是新锁 他们会阻止未生起的善法生起 以及时已经生起的善法不能持久 前五盖是正德禅纳的主要障碍 第六盖则是智慧升起的主要障碍 这六种盖当中包含了八种新锁 其中有两对新锁各算为一盖 阿皮达摩藏的著书解释说 昏沉与睡眠何为一盖 调局与追悔何为一盖 因为他们各有类似的作用 缘与对峙之法 昏沉与睡眠两者都有使明把软弱无力的作用 他们都是源于懒惰与昏昏欲睡而生起 对峙他们之法都是激起精进 调局与追悔都有导致不宁静的作用 他们都是源于困扰的念头而生起 对峙他们之法都是培育定力 接着我要举例来说明这六种盖 一 欲欲盖 欲欲属于贪主 在禅修时如果你经常希望得到欲乐 你的定力就会衰退 在佛陀时代有一位比丘 名叫悠波南陀 他是佛陀的亲戚 而且善于说法 但是他对四种知具有很强的欲求 因此他用尽各种不如法的方式来取得四种知具 法聚经的注释里讲到他的故事如下